诊所内急满患者 新冠疫情在一起 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表示 Omicron正式进入第四波疫情 到六月底都处于上升阶段 凶江科医师苏伊峰表示 目前门诊确诊人数爆炸增加 住院增加一倍 有网友表示真的很多人又中了 还有网友表示 新冠真的多很多 机构都撑不住了 还有网友说 现在急诊到处都是人 无论是门诊急诊 或者是住院的病人 都变成前一阵子两三倍 白大工学学者陈修熙表示 目前本土主流病毒株 毕业点2.75 导致国人重复感染比率 上升至12.5% 创新高 甚至表示再度感染严重度增加两倍 而且初次感染中重症者 再次感染住院风险 是轻症者的六倍 而随着解封开放 及自然感染保护力衰退 在感染比率势必逐渐增加 最近呼吸到感染 尤其是老人家 大概有上升两成到三成左右 严格防御的时候 很多的感染不见了 那事实上都集中在最近才发现 以前打疫苗 虽然有部分效果 但是疫苗不能防止你发生感染 专家建议 台湾应该要持续 对再感染患者进行监测 避免第一次感染 严重族群再感染 发生中重症 及死亡风险 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